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在香港这两天真的好冷 昨天在香港还创下了入冬以来的一个最低温 手指都是冰的 那么现在来看今天在南华早报 内夜有一个焦点的专栏 这么大的一个部分 你看这感觉在寒冷的天气下 还看到了一个惊涛骇浪的一个红色帆船 那么这个船上面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 写的是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近期在南海的部分 如何能够绘制深水图来平息海洋争端 不断地受到关注与分析 那今天呢在各项的事务上面 我们先做国际聚焦 以色列军方承认 他们误杀了在加沙被哈马斯所扣押的人质 这三个人质呢 照片上呢现在很多报道可以看到 他们都二十多岁而已 他们当初举白旗投降 举白旗呢一直到其中呢有一个男子 他用西伯来语说不要开枪 当时呢以军一线的指挥官呢是表示说要停火 但是最前线的士兵还是开枪了 那么这一桩的悲惨的一个误杀呢 以军承认了之后我们来看引起的一个效应 德国之声军队误杀人质事件震动以色列 新报标题以军误杀举白旗三人质 认证违规开枪 你看这三位 他们都二十多岁 另外呢星岛日报误杀人质后 已重启停火磋商 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卡塔尔跟埃及 他们还没有停止啊 卡塔尔跟埃及在有关于停火的协商 以及人质跟囚犯之间的互换呢 是一直在做工作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以色列来讲也引起很大的一个震动 以色列呢 在以色列内呢 他们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一个新闻人物 一个评论员呢 他的话呢就这么说 他说呢 因为目前啊 以色列的这个情况呢 这次的误杀 无疑就是涉及战争罪 那么同时也提到 因为现在以色列在战争的情况下 所以以色列应该对自己更加的严厉要求 虽然呢 现在是战时状态 他说啊 以色列人的心都跟士兵们同在 但是呢 过度的溺爱呢 对他们不见得会有好处 他认为这件事情呢 因为触及战争法的一个国际法规 非常的清楚 认为这事过后呢 前线士兵包括的指挥官呢 都应该接受调查 为什么前线士兵不听 但也有分析家认为 因为战场上是有一个交战的守则 但是实际上在战场上的实践 与理论型的交战规则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因为这些士兵呢在前线面临着恐惧 还有疲劳 那么这件事情在人质的家属 士兵的家属 当然他们的心情都不同 那这也给了内塔尼亚胡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但与此同时呢 他的压力是展现在如何去完成 他跟哈马斯之间 就是说因为内塔尼亚胡不断地以歼灭哈马斯作为终极目标 而他现在呢是带着媒体去看他们所发现的哈马斯建造的隧道 以军发现哈马斯在加沙挖掘的最大隧道 今天金融时报呢也做了一个清晰的摆面标来做这个报道 还有以色列当地的媒体也提到 而且就在加沙北面的一个距离 这个以色列的一个边界处 那么这个地方大到可以让一个汽车进入 同时呢 以军表示他们进入这个地道当中的一个考验跟挑战 到一个没有光的世界 那么他们现在呢还有一个水淹地道的计划 只是这么样的一个洪水计划 到底什么时候要去进行还不得而知 因为主要就是有人质的安全性 那么这块地道呢 其实反而在曝光之后呢 内塔尼亚湖又承受了另外一个争议 那就是连以色列内部的人呢都在质疑 为什么在眼皮子底下 可以让哈马斯建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武装的威胁 随着以色列誓言除掉哈马斯 要求加沙停火的呼声越来越高 金融时报今天指英国 德国 法国也是 希望说呢他们可以赶紧停火 但是内塔尼亚湖可能根本不理 因为包括美国在内 他们现在是希望呢 能够让巴勒斯坦的自治机构 来管理加沙 而且呢在未来呢 会变成是一个可以跟以色列共处的巴勒斯坦国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呢 让内塔尼亚湖是坚定的去否认 所以他说他是泼冷水 而且呢还说这个是图天幻想 那么以色列为何继续对加沙市中心 进行致命的推进呢 那是因为这是半岛啊 中文网所做的一个报道 因为对内塔尼亚湖来讲 因为他们声称一定要歼灭哈马斯 这成为了现在乙军唯一的一个动力 如果说在进入隧道 而且没有办法攻入 没有办法抑制 对外宣称他们的这个 他们去对付哈马斯胜利的话 那么乙军啊 不但乙军会疲累 同时他们不用说外部 是他们内部希望他停火的这个声音呢 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现在呢你看人质的家属在那里呼喊 刚过了周末有抗议 再加上这次的误杀事件 也让士兵 因为士兵们的家属可能是另外的心情 所以这件事情呢 都让大家看到停火的一个迫切需求 与此同时来周边的情势上来看 经济日报标题 霍传鸿海旅玉席四航运巨头停航 美军击落了十四无人机 设野门胡塞武装 新岛日报也提到 航运巨头就避使苏伊士运河 另外呢 这个部分它有一个地图可以看 因为我们看到野门啊 这个长期限内战的国家 它等于守住了红海的南端 这个门户 那么现在呢 因为很多的商船 我们知道红海是世界上 很重要的一个航运要道 它占的贸易额 在全世界一年啊 它可以说占了10%的贸易量 大部分的商船呢 是从曼德海峡穿越了红海 然后由苏伊士运河进出地中海 那么现在呢 这条路呢因为野门 胡塞武装都已经说了 因为它觉得你输入到 以色列就不行 所以它这个威胁是存在的 所以让很多商船呢 它可能要考虑绕道 若是如此 既由印度洋再进入地中海 它就一定要绕到南非啊 哇绕到南非 那这个很远 成本也变得很大 这是之前呢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 从这种经济角度去观察 很担心航运成本的 这个大幅的一个提高 而且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后 欧美可能就会先做显现 美核动力潜艇秘苏里号 访韩院内第二艘 我们先看秘苏里号呢 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 第一潜艇中队 那当然他认为 就是要做一个协防 协防当然跟朝鲜有关 大家看啊 美国之音 就朝鲜呢 发射一次弹道导弹 谴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 信报标题 平壤蓝利警告 再射弹道导弹 现在很多都在看啊 这样子的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 可能会形成常态化 特别在美国跟韩国日本呢 这里又加深了一个合作关系 增加了一些刺激 蜡眼球 对朝鲜来说的这个部分 在这么僵持常态化的情况下 区域的风险呢 也越来越紧绷 又在一波提高紧绷 来看这是日本媒体独家说 日政府探讨 2024年度的防卫费 要增到7.7万亿日元 我们换算了一下 大概有3000多亿的人民币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呢 预算提高 设港币大概是4200亿 这是港元来计算 不过我们注意到的是 它这个防卫预算啊 有很大的一部分 不再像过去 它可能是防卫部件 它有一些是属于 攻击型的武器建制 这效果还有高超音速导弹的 一个配合等等 另外这个是东盟 日本东盟首脑峰会 发表联合声明 另外中美增相投资 东南亚日本消极 以及在这一次啊 的一个愿景声明当中 推进经济与海上安全合作 好 我们先看 这个东南亚的投资呢 日本在1970年代呢 这是最高的 但是近期的数字呢 发现减少 因为他们现在投资的标的物 在半导体啦 还有一些电动电池上 东南亚这些地方 这些国家啊 国家他们需要的一些 这个商业的这个图像呢 可能有一些转移 说这个日本呢 它的企业现在可能也要寻找一个 重新适应东南亚市场的 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 但这一波的联合声明呢 我们看了很多 他当中呢提到啊 我们感觉特别是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动作 他在拉一个新的一个圈圈 认为在美国下啊 菲律宾日本啊 这个关系 大家是不是要建立一个 更紧密的一个海上安全协防关系 有很多字面很漂亮 比如说联合声明当中 和平稳定啦 经济发展啦 还有推动人文交流等等 但我想这会是表面 核心的是 我们接着要注意的 在这一波啊 他们的一个谈当中 他们会不会未来互助军队 这是成为一个核心 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啊 接着我们做国际速报 布隆伯跟信报注意到 这朱利安尼 就以前纽约市长 也是特朗普啊 当时打辩论啊 法律官司当中的一个 私人律师 他就是在2020年 到底有没有住特朗普啊 这否认大选者当中的 一直涉及官司 现在呢 他是诽谤票站人员 判赔11亿啊 也让这个选举官司呢 也在这个美国的选举的 一个斗争话题上面 再次了浮上台面 另外美国担忧 中国电动汽车厂商 加大在墨西哥投资设厂 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 就是说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美国特别关注 我们应该先了解墨西哥 墨西哥其实 我觉得这反而 我们要相对的去提醒啊 我们中国内部的企业 在对墨西哥呢 是不是要抱持 这么大的一个期望 可能还是要严谨一点的看待 墨西哥跟美国的 这个依赖关系太高了 因为它有三分之二啊 的这个出口呢 都是销往美国 它今年就已经成为了 一个贸易呢 跟美国是成为 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他们有3700万个 墨西哥亿的人士 在美国工作或生活 那每年呢 汇到美国就相当于600亿美元 所以在这么样的 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加上拜登要讲 北美经济一体化 以及电动车的通膨方案当中呢 免税收的这个优惠 也涉及了墨西哥 所以墨西哥现在一定要看 美国的脸色的 有网安 英电网 气涉滑供应商 那个金融时报也做 其实这个一直吵很久了 就他们会一直用国安的理由 来这个部分 但是现在说母公司 还要追溯到大型的一些企业 辖下的一些科研单位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乌克兰战争的情绪上 因为现在呢 办美国国会呢 的预算编拨困难情况下 欧盟呢 这里内部有争议 结果七国集团现在跳出来 七国集团呢 其实一直在讨论 怎么样去把将近3000亿美元 他们所冻结的资产 拿来用在援助乌克兰 那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他们之前 就是制裁俄罗斯嘛 不能跟俄罗斯的央行交易 所以又扣留了很多外汇储备 但是这个部分呢 欧洲很多的国家 一直不愿意跟进这么做 因为他们很担心 在他们自己国家的美元 跟欧元资产会跑掉 因为他们会想 哇你们这些国家 因为政治的理由 把钱说扣就扣 而且还可以拿来自己用 他们现在还在研究 如何突破国际各项法规的 一个疑虑 听说美国居间在走窜 另外这个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说了 就如果赶快这个预算 再不拨给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的情况呢 会非常的困难 华尔街日报也做了这个部分 所以欧盟呢 是在原污的资金讨论上 这个部分呢 也是内部人正在挣扎 普丁的年终记者 会释放了哪些信号 华尔街日报 我们看看 哇他捕捉了这个 拜登有很多的表情 但核心是什么呢 因为上周这个 包括跟AI 长了一个造型 跟他很像的AI 也成为话题 AI虚拟就问普京说 听说你有很多替身 普京还很自信的回答 如果说啊 我要决定有一个人 长得很像我 也用我声音说话的话 那个人一定只是我 所以这很坦然的面对 那么这一次的记者会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 是年终很重要的事情 不但是一个记者会 对外好多国际媒体拿着牌子 争相吸引他的一个注意 还有呢 就是他们一个新年节目 是对俄罗斯内部很多人 每年写很多信函 他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那么这个主要展示了 普京他的一个自信度 还有在当前的这个情势下 他始终能够坚持 不过这次记者会 他并没有说快速解决 结束在乌克兰的这个 终结的一个行动 但是他这一波出来呢 高调的一个展示呢 也被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呢 他是在建立他自己 明年大选的一个胜利的 这个延续 俄罗斯副总理 中国有兴趣开展 北方海陆基建工作 这相关的这个报道 什么包括这个 今年输气量啊 已经超出计划 这个显见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几乎已经失去欧洲市场下呢 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市场依赖了 好 联邦不作为 这是亚利桑那州州长 就派国民兵组移民了 明报这里呢 是意大利跟英国 现在都很担心 移民淹没欧洲的事情 你看像特朗普 如果明年他上台 他都说了 非法移民污染美国血液 教廷事迹摊案 意大利籍的书记 求五年半 金融时报是说 红衣主教涉及了这种 贪腐弊案 那这个当然 因为教宗刚过87岁生日 没想到却是在这样的阴霾下 渡过 这金融时报跟中央通讯册 迪塞尔维亚国会大选 强人总统称胜 这其实应该有个空格了 再也空不攻 对 武器器已经说呢 他们的国会呢 应该是取得的最多席了 可能可以继续呢 在统治巴尔干半岛 当然这政治情势呢 当然你们明天 才会做正式公布 大公报信报呢 今天的报道是有关于 内地颁布这样的一个新规 就非银行支付机构啊 禁止垄断 在当中呢 这里的新规提到 就说如果是非银行支付机构 不得实施垄断 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妨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而且这个条例呢 我们也看到 他把支付的业务呢 也重新做一个划分 做有储值的 跟这种支付交易 其实把业务重新做划分 再做一个梳理呢 被认为说可以明确 明确一些 他们内部的业务的方向 同时呢 对于监管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理清 但核心是我们要看到 像现在中国内地的支付机构 一年啊 他这个单子呢 有超过一万亿笔 那么一万亿笔 涉及的这个资金流量 可以高达到达 四百万亿人民币 左右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新规呢 做了这么样一个规定之后呢 是有助于稳定 跟发展这个部分 另外美商团防港 看两制优势 这个部分说 是美国商务部啊 美国商务部呢 他们所支持赞助的一个 美国商团本月初来港 来港呢 他们是要探讨呢 在一国两制下 是不是有一些 有利的一个制度的优势 让他们通往内地 的一个新定位 经济日报呢 这里呢 是对于高盛啊 首席中国股市的一个策略分析师 他们做了一个专访 说中东资金来华 未来大趋势 这个经济日报 他用到一个头版的标题来看 主要是因为明年呢 大家都在展望明年 对于香港的这个部分 港股呢 他说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欧美的资金仍旧是 对于港股的后市有所影响 但是接续中东资金呢 到华部署呢 这已经是一个大趋势 料有忘忘 这也可以补一些 大家关注的一些地方 另外同时呢 还看到的呢 最关注的就是经济 像港府做了很多 像吸引外资 特别吸引内地投资者 现在大家很多期望 明年有没有可能 直接用人民币买港股 当然未来还有个期待方向 未来期待方向 大家关注的是三中全会 还有明年三月 要开的一个人大会议 但我要想特别说说 美商团访港这个部分 这美国呢 商人呢 他们的眼光 当然我们很乐见 他多接触交流 但是呢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 可以说已经融入了 大湾区时代 如果美国呢 这些人士的看法 仍旧是把香港当作一个 进入中国内地的一个 独立跳摆 那么这个思维呢 恐怕会有一点过时哦 那中央日报我们看 这是中朝副外长 在京举行外交磋商 讨论建交75周年的战略合作 南华早报也做了 这么样一个分析 我们看哦 他对面做 他就是一个 很简短的一个会谈 但这个小规模的会谈 在南华早报的叙述里面认为 这个表示呢 中朝之间的誓言 他们彼此之间 要更建立强化合作关系 也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呢 去告诉美国 还有美国的亚洲盟友 就是中国啊 在这一方面呢 的一个稳定的力量 松绑新政落地 说户售楼处 通宵迎客 经济日报 内地房市需调整 确保交楼正信心 联合早报 金户楼市新政出台 首个周末买气各不同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一线城市上海 北京 他们对于确认标准住房的 这个部分 还有包括首付比例 房贷利率等等 都有所下调 刚过的一个周末 大家发现在上海啊 买楼的楼器 特别在二手房的交易 可以说是比十一院呢 提升了百分之五十 可以说是翻了一番 涨了一倍 但是呢 在这个北京的部分 二手楼呢 这数字会有所下缓 会有 这个是比较缓和 是没有上升 那么分析师认为说 其实这当中有个数据的落差 你跟政策宣布之后 出来的时间 还有特别是 因为上周呢 非常的冷 这个也影响了 大家出行的意愿 数据可能会比较滞后 但接续呢 来看在香港港府方面 还提到有关于 开源节流的事情 陈茂波财长就说 慎控开支 及节流不能免 但特别是 大家看看怎么样 做大饼抗财赤 因为核心是 明年的地缘政治情势 依旧复杂 所以港府呢 认为 其实他们这些 在港府的财经官员 他们很多时候 其实应该是很直面的 也很坦诚的去面对外界 现在港府 其实要做好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先说 有很多事情 确实大家要更谨慎一点 节流开支 但大饼上面 大家会关注 有关于港府 在香港这边的 这个房产 以及楼市的调控 也是大家接续 明年展望 经济景气恢复的 这个部分 其实呢 还有在并购的 活动消息上 经济日报 说这个中国的并购 综数减两成 明年回暖 那另外呢 新报也做了一个 关注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说 今年并购活动 相对平静 但石油领域 和日本交易活跃 事实上 今年全球的并购 很多地方都下降了 那么亚洲期 亚洲部分更是 但是在日本的 这个部分呢 大家会觉得 比较高一点呢 他们说主要呢 这个在投资上面 就是外资 外资可能在 就发现在这个领域上面 投资上市 在医药方面的 这个合作呢 部分有所增长 比如说抗癌治疗上 还有今天说 好冷啊 经济日报标题 寒潮来袭 北京零下15.5度 70年来最低 这个外媒也注意到 说多地创下低温记录 现在新岛日报标题 说内地报 寒潮还一路向南 出行担心 会不会变冰雕 文汇报 明报 信报呢 也追求关注 寒冷的这个部分 你看哦 日本迎来10年 我们先看 这台北马拉松 冒寒开跑 四人昏倒抢救 浙江缆车故障 数时游客还冷 困半空两小时 明报标题 寒潮赏雾松 千刻夜至恒山 文汇报 日本也迎10年 一遇低温大雪 韩国的高铁车窗 甚至冻到裂啊 大家要保重身体 注意出行安全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南华早报 说这个李家超的 一个重要的议题呢 就还有包括了 国安的议题 以及据了解 李家超周一下午 向国家领导人述职 然后有最新情况 港媒都在关注 经济日报呢 内部一个评论 说特首附近述职 会否获圣诞礼物 在去年 李家超首次 附近述职的时候 回到香港 因为当时疫情复苏呢 就迎来了内地 与香港通关的 一些好消息 所以在港媒啊 的这个部分 也都在关注 因为区选刚结束 特别呢 是在完善选举制度 也完善地区治理之后 这一次的区议员选举 香港也算是交出了一张 可以让北京 满意的成绩单 因为他们在 各方面的一个进展呢 都非常的稳定顺利 所以呢 港媒都在关注这个部分 看看接续呢 在一些后续的消息上 也有所期待 与其同时 还要关心一下澳门 因为澳门呢 这次的特首 贺一城 他已经到了北京 但他明天呢 很快就要赶回澳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礼拜三啊 就是澳门回归 24周年的大日子 还要做一个庆典 还要做一个庆典 接续是电视及电台业务守则 增国安条款 这在香港的部分 大公报 经济日报呢 也都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关注 这清楚列明你的 持牌的广播机构 在播放节目当中 遵守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 这是也常理 另外这是在存保上限 香港这里其实之前一直在讨论 存保上限到底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 现在有17个银行都赞成要提高到100万 因为之前只是说不到80万 这个部分呢 他在提高存保之后呢 其实是有利存户 还有投资者的信心 那么以此呢 也可以希望更多的一个投入 另外明报标题 跟新岛日报标题 我们来看 明报标题 毛淡130年 官方献礼 多部主旋律剧 官媒纪念文章 党又有习近平中华之幸 这是求是纪念 毛淡文章 也赞习近平 称中华民族之幸 呼吁拥护习核心 接续看的是中国南极第五战开建 落子罗斯海 两个月后竣工 将开展海洋大气生物多层圈科研 主体工程启动 这个南极 这个部分有第五战了 这次科研呢 也很不容易 因为当地呢 也充满了非常多重要的一个资源的探索 特别南极啊 他们说南极这个冷还不是南极的峰会杀人 所以看看中国的这个科研专家跟这个团队 在南极的这个开拓 也是非常一大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另外是一个船江湖传闻 但旺报信报做了一个报道 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信报的标题说 内地八省机关船禁用外国手机 另外旺报说大陆iPhone禁令船扩大实施 那这当然了 这个可能会冲击苹果的市占率 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汤晓鸥促士 他的创办公司还曾经被美国制裁 信报关注的标题则是说 他的促士呢 可能会先控权的变动 那当然他的离世的原因呢 内地媒体报道是在睡梦中 尽管有很多的一个说法 但是在香港的科学员纪念 他在计算机方面的一个贡献 会为他举行追思会 台湾大选前一个月 美在对台军售 今年第五笔金额三亿 我们来看看这相关 今天各家报纸呢 也都做这样一个关注 说还要有力共同作战图像 维持战管系统等等 我们要说一句话 美国常说呢 反对台海片面改变现状 但是呢 现在这最新一波的一个军售执行 又是在增加台海的一个危机 他把乌克兰撇上了一边 却不断地向台湾递刀子 台对陆进口商品购贸易壁垒 说加入CPTPP难度更高 CPTPP跨泰平洋全面 跨泰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两岸都要加入 但以当前的情势来讲 这个难度怎可能是一笔两笔带过呢 世界日报信报中国时报 朋友们如果到过台湾玩 不知道有没有跟橡皮炎拍过照 哎呀 结果现在没有想到断鼻了 之前呢 有地质专家才说 这可能要千年才断鼻呢 很遗憾哦